Hello,大家好,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當然是人月兩團圓,世界和平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一個牽涉世界和平 最低限度兩岸和平的新聞 大家記不記得我大概兩年前 在其中一個節目裡面講過 我說兩岸發生戰禍的可能性 最低限度兩年裡面是不會出現的 兩年之後再觀察,現在眨眼就過了一年了 不是說現在兩岸很緊張,有兵庸相見,不是這樣 我只不過是說從過去觀察到現在已經一年 即是說再過一年之後再觀察,強調一下 不是說一年之後就有兩岸戰爭,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只不過是說,我經常講的,要提早觀察 所以現在觀察一下,大家就會發覺 似乎兩岸之間的緊張氣氛是大了的 但是緊張氣氛大了,到最後說有軍事或者武力的控撞 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所以怎樣去避免呢,所以這裏是兩個角度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盡早去觀察各種的變化 這一年,尤其是最近一段時候,的確是有些跡象值得大家注意 但是呢,重點是在於去避戰 即是避免的避,不是準備的避,去避開那個戰爭 還有呢,令到兩岸,以致即是中美或者國際局勢 是緩和,重點是這樣,所以不要誣我 跟著呢,我說為何會有一個這樣的觀察呢 因為最近這段時候呢,在各方面的軍事 或者涉及軍事的準備或者姿態呢 是令到大家是要繼續觀察的 或者比較密切的觀察的 那這個呢,大家從過去的歷史裏面可以看到 這些都未必是代表真正戰爭 但是會不會是其中一種戰爭的心理學呢 怎樣去分清楚,哪些是擺姿態,哪些是造勢 哪些是客理,哪些是真正的部署呢 這個來講,大家找回過去的一些例子 跟著呢,我引述的,多數全部都是公開的 只不過你怎樣解讀,究竟這個是不是瞞兵之計,還是怎樣呢 這個就要深入分析,我強調我不是軍事專家 不過呢,在這一個各種觀察以至官方的口徑裡面 大家是可以增加自己一些判斷的 所以先指聲明,講了這個情況先 好了,最近有些什麼的跡象呢 好了,先看一個外圍先 這些跡象在一年前是沒有出現的,現在開始出現 尤其是我一年前,我說未來觀察兩年 是很清楚的嘛,如果你打仗,即是按個掣 你要做很多準備的嘛,你的準備不單止你的軍事實力的準備 如果以大陸的來講,你不單止評估台灣 如果你從這個單一角度去看,一聲就搞定了 但是背後還有很多國際環境,美國的姿態,歐洲的姿態 跟著就是背後還有一個金融戰的嘛 金融戰才是捏著你的喉嚨的嘛 所以一年之後呢,現在再看看,再觀察未來一年 或者從現在開始再觀察未來兩年 尤其是未來一年裡面的動態很重要了 好,第一個,這個消息,引起這個消息出來 這個是台灣的傳媒的,大陸傳媒一定不講的 美國傳媒都有講,不過就沒有台灣傳媒講得那麼詳細 就是說什麼呢?就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海軍陸戰隊就算是有名的了,當然是為美國服務 它是蝦人也好,保衛世界和平也好,這個是著名的 現在台灣的報導就說,美國海軍陸戰隊 一個青鷹海炮部隊第六的小隊,講得很細緻的 就是怎樣呢?就最近這一年,不是最近,如果你說一年 你說近也好,不近也好,一年裡面做了什麼呢? 是做了一個很長期的訓練,就是以台灣形勢做背景 然後去做防禦工作,那你便介入,是吧? 但是消息說,這個演習一年的訓練,不是在台灣做的 是在美國華府,即是華盛頓東南250公里的一個地方 叫做丹尼克,據說那個灘,即是海灘, 或者那個有水和陸地接洋的地方, 它不知道是模擬還是實境 這裏就跟台灣的形勢是很相似的 跟著就講一下這個背景,這個小隊,第六小隊 這個第六小隊就在2011年是奉命去到巴基斯坦 入了別人的國境,然後在那裡打死了拉登 跟著還將拉登那個屍首是運走 去到美國的軍艦裡面,就是跟著海撞的,2011年 而且這一個青英海炮部隊的第六小隊 是隸屬於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 我引述一些,這些大陸都知道了,只不過是說 你怎樣去將整個環境來中一個綜合的分析 這個就有不同的角度了 原來這一個是跟美國的陸軍三國洲部隊齊名的 我剛才講過三國洲專門在陸戰,它這個包括了海戰 所以台灣這個消息,無論它是不是拿來撞自己膽 美國幫了手,可能是假的 總之實則虛知,虛則實知,虛虛實實,它才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但是消息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的訊號 第二個,德國的軍艦就在剛剛上個星期 經過台灣海峽,當然是靠近台灣那邊 中國大陸方面自然說,德國這樣就加劇了緊張氣氛 為什麼呢?這一次的軍艦通過,之前是有預告的 之前有預告,我上次都講過 但是再看背景,這次是德國的軍艦22年來 第一次經過台灣海峽,為什麼這個時候呢? 大家自己可以想一下,這個時候一定是配合 它其他西方陣營裡面的軍事部署或者是演練等等 大家如果再記得找回我以前講的節目的內容 其中一點,我又差不多一年前講的了 當時就是德國駐越南的大使館 過去是有武官這個職位,但是沒有人駐在那裡 但是在一年前,其實現在算起來年紀了 開始駐武官,那就是駐一個而已,那怎樣呢? 就是觀察,除了觀察之外,還是一個姿態來的 即是說德國都關心亞太地區東南亞的局勢 所以派過武官在那裡 當時這個消息一般很輕驚,但是我指出來的時候 當時我繼續觀察,現在德國的軍艦就經過台灣海峽了 那現在是不是只是一年之後呢? 大家互相進行一些部署,互相試探著 不是等於說有武力,因為武力這個武 它是由兩個字組成的 子國,即是制止干國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是大家保持一個政治張力 但是未必會去到這個真正的軍事摩擦 第三個跡象是怎樣呢?就是美國現在又放聲氣 就說在日本部署什麼?中程導彈 美國一直在日本都是駐軍的,陸兒島等等那些地方駐軍的 它從來不會說我在那裡部署導彈,這是攻擊性武器,記住 突然間放個消息出來就是美國跟日本談 當然我從這個消息來講,我覺得大家不要那麼緊張 因為為什麼呢?你講部署,導彈是中程導彈 中程導彈即是可以射到範圍是覆蓋中國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你要日本同意才行的 日本說你這樣,你美國就好像很威 但是會破壞中日關係,令到中日關係中央緊張 所以日本又會不會同意呢?是吧? 這些都是要計算的,但是那個姿態就擺出來了 這個是第三個跡象,第四個跡象是剛剛這兩天才出現的 就是怎樣呢?南韓,南韓又介入日本 你說介入有些美國軍事部署,但是為什麼又會南韓呢? 消息就在南韓的報章,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朝鮮日報 是南韓的,記住,南韓有聯合等等,不是北韓那個 消息就說南韓的軍人進行例行設備的檢查 忽然間發覺原來它有些邊界,或者有些監視器 那個監視器就是要看著那個軍事調動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那個監視器又響了,不過這裡就是附近的消防局 所以不要緊,我們總之就是監視著這個形勢 其實任何軍事界給我們監視得更密切 我只不過是說希望大家有一個關注,有一個警惕 那麼南韓的傳媒怎麼說呢? 它就說南韓的軍方檢查國發現了 早前部署監控形勢的攝錄機,以致總之比較高端 不是一般手機那些,什麼交通那些 發覺原來其中有很多說是南韓自己本身生產的設備 原來發覺不是的,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不知道什麼原因,現在不知道 結果南韓那方面發現了之後,就馬上要更換 好像百多支的,不知道了 總之,究竟又是不是要製造一個緊張氣氛 讓南韓的人都要警惕北韓呢?是吧? 因為北韓最近,大家從新聞裡面看到了 金正恩去視察有,即是可以製造核彈的 這個來講,不是等於它擁有大殺傷力的核武 不過它導彈已經有了,是吧? 所以這些跡象,大家可以看到是國際上 一些令人關注的,如果處理得不好是會擔心的 好了,我們看回大陸那方面,最近有些動作 好了,突然間有一個新聞,就是有一個人 他說因為要自由、要民主,所以要去台灣大陸那邊去 接著又說,我在大陸有財困,不知是在錢什麼問題 接著就是獅子,由大陸那方面,你說逃亡也好,著草也好,投奔自由也好 又去了台灣,又被它過到那個境界,即是有監察的 它怎麼過到呢?現在發現,是坐橡皮艇 橡皮艇,橡皮艇一來很小的,你即使去監控那個 人造衛星的監控,一般來講,現在我聽人講 我們是門外看,不過來看一下資料請教一下 他說現在人造衛星很高,可以看到地面裡面六呎範圍 六呎範圍裡面,你還有大過六呎它就看到了 但是一般的橡皮艇是小過六呎,即是六公尺就很闊的 總之是小過的,你看不到的,還有橡皮艇不是金屬 金屬的部分很小而已,誰知道被它咬了聲,過了台灣的監察 然後大家就說,由哪裡出發?上一次已經有一個由廈門出發 去了台灣,入了台灣上岸一個多小時後才被人發覺 可能是讓出來了,我到了 這次這個不是由福建出發,是由寧波出發了 寧波就是浙江那裡,寧波去到台灣多遠啊?五百公里 五百公里?那個橡皮艇,那裡一定很大浪的,但是它又過了 大家可以從這個自己從常識的判斷 一般人已經暈浪暈到死了,但是它又過了 有沒有什麼軍事訓練過或者以前什麼,就不知道了 暫時沒有這個資料,但是上一次那個就是前解放軍來的 這些跡象就令人感覺到,台灣那邊那麼差? 大陸那方面還有很多死事的,或者它聲稱的投奔自由 再詳細一點看看,那些人說,你這樣五百公里 你很難令人相信一般平民的,不過後來就說 還有它在寧波稍微南部的地方,離開台灣是四百二十公里而已 減了八十公里了,然後那時候剛剛順風順水,因為那個水流向南 它這樣就快而已,那就解釋了 台灣那方面當然不認自己的東西是差的 然後就查過,這個真是投奔自由的,有些債務問題 暫時未看到有這個,好像上次那個有軍事背景 總之就是公開資料來做分析而已 好了,這個跡象才令人很關注 很關注,因為為什麼呢?那個橡皮艇去到台灣之後,發覺是怎樣呢? 發覺它的橡皮艇很小,一個人裡面還有足夠的涼水,足夠的補充電油 因為那個橡皮艇,你走走走沒有油,很快就用完而已 是吧?它有補充電油的 所以這個這樣的安排,即是這個事件的過程 就令到大家去合理懷疑,因為這樣過去呢? 那會不會是正在試台灣呢? 跟著呢?現在才漏個消息出來,原來類似這一類的不止兩個 現在看到就是三個月裡面的兩次 但是原來過去還有的,是加加賣賣,這個數字是何時開始加積累呢? 不知道,但是台灣的消息已經,當然不是官方消息了 台灣的傳媒就說十幾個是這樣,即是上到你岸才知道的 這個驗證了大陸那方面最低限度的測試 是不是去到馬上千軍齊發,千船齊發,千夫齊發,就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跡象是一年前沒有的,現在來講開始關注 然後再觀察未來一年至兩年的動態 好了,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在北京舉行了這個香山論壇 這個香山論壇就是被譽為中國版的香格里拉論壇 就是一個軍事界的研討會,你說大家擺姿態也好點到 美國就有一個香格里拉論壇,中國這個叫香山論壇 即是兩個都叫香,不過就不同了 好了,在這一次的香山論壇裡面,結束了 但是從那個觀察裡面,有一些跡象要注意了 好了,大陸說你欺負過來,不行,我一定要很強硬的姿態 然後大家看那幾天的會議過程,你就會發覺大陸的學者 是非常堅定、非常強硬的,你美國不要有幻想 台灣問題是碰不得的,非常精忠的 不過大家又發覺,最重要是看中國官方的反應 好了,就看中國國防部長董軍,他有所謂主旨講話 或者他要表態的,他的表態才是其中一個觀察 他的表態是怎樣呢?是很和平,很溫和 甚至上是可以說,我們願意跟各方面合作的 這個是公開的報道來的 好了,是這樣的時候來講,大家究竟是誰真誰假的? 我說我不知道,我只是放了那個公開的資料出來 你可以說董軍那個是真的,因為計算過 如果你真的帶你的仗來,是中國不著數的 因為中國不會死,但是會傷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董軍那個可能是真的 但你又可以說他是假的,假的就是他怎麼會現在攤個牌出來 我要跟你砌過,當然找了學者,學者先放下風 無論是真還是假,又試探美國的反應 所以虛則實知,實則虛知,是他們才知 我經常講,我們只是一個觀察,我們很強調 我們民間真的不想見任何的暴力戰爭,包括美國去打人 或者兩岸,兩岸更加不好有 所以這個觀察就令人又要看看美國方面的反應 好了,再看看大陸那邊,美國那邊我待會再講 大陸最近還有一個消息出來,是跟這個鄉山論壇無關的 是分開的,是怎樣呢?就是大陸忽然間有個新聞 就說,我現在已經可以自己製造光刻機 大陸自己都可以製造,但是它講明這個製造的光刻機 可以製造8納米的晶片的 那這個概念是怎樣呢?就是因為中國聲稱自己可以製造7納米 那7納米就是用以前由荷蘭,其他進來的光刻機製造的 那現在台灣說,我要聽美國話,我不可以再賣光刻機給你 中國說,我自己研發,那其實可能是混合 現在聲稱是全部自己國產的製造8納米了 而中國現在批量生產的置業很多的,28納米輕而易舉 跟著所謂高端的批量生產的已經做到12納米了 跟著技術上可以突破的話做到7納米了 它突然間說,我的光刻機我自己都製造到8納米的光刻機 這一種做法呢?為什麼這個時候放出來呢? 就是因為荷蘭剛剛就說,我要順從美國 所以我對你中國的芯片和光刻機我都要限制了 中國就告訴大家,最低限度這個新聞的訊號 就說我不怕你制裁,我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又擺放姿態了 輸人不輸陣,輸陣不輸勢 跟著由勢變回個陣,然後去打啦打贏啦,敢於勝利 這個就是軍事理論的心理來的 好了,看完這些之後,跟著看看美國的反應 這次美國派到香山論壇的級別是比較高的 是有美國亞太副助理國務卿以前的Wattus華志強 這個以前是領導美國的中國小組 現在就下台了,轉了職了,他這次又來 他很明顯講了,而美國的傳媒也講 這次在香山論壇裡面,中美軍事界是有激烈交鋒的 這個交鋒是語言上,不是真的打 華志強他自己本身公開講的是,他認為中國是向俄羅斯提供 有一些的部件或者技術,而這些是應用在烏克蘭戰爭的 講很虛的,中國說我從來不會介入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跟著也不會提供任何軍事上面的東西 所以早前說中國派了三個師去到烏克蘭現場 好像當年抗美換照那樣 這些消息我當時也分析過,不可能的 中國不會這樣自己睡個身下去的 現在華志強就說你中國最低度跟俄羅斯繼續做生意 增加俄羅斯的外匯收入,中國就說這些是正常生意來的 你美國商人有沒有轉個彎,跟第三國、第四國做了生意之後 到最後去了北韓,去了俄羅斯的?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爭辯了 好了,去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從種種的跡象有一個觀察 就是兩岸的形勢,其實大陸那方面不斷增加各種的可能性 以至是增加一些威懾力 但是它亦都要計數,如果真是兩岸兵庸相見 現在美國是不想的,現在美國很清楚就不想兩岸有戰爭 是維持現狀,是最符合美國利益 但是如果大陸那方面是不斷要呢? 它覺得可能一個外界的分析就是大陸要轉移內部矛盾 包括人民,那個社會不滿 包括這個動盪,即是政治穩不穩定,所以一定要壓 到最後只能夠轉移視線,轉移有適度 適度,即不是大規模的,適度的軍事行動 這些當年鄧小平1979年對越南所謂自衛反擊戰打過去 然後回來,就是這種作用,建立鄧小平的威信 假如真的這樣的時候,而美國又說,我本來想兩岸和平 但是如果大陸那方面希望有這樣的元素發生的時候 美國都控制不了的時候,美國可能轉一個牌 這個中國,我估它自己一些軍事專家都會計過數 就是如果去到一個真的什麼的時候,美國就說不要緊,你打 因為美國當然是選第一張牌,不打是維持現狀,最符合美國利益 如果到時真的控制不了,你打也都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的利益就是怎樣?你兩岸打起來便削弱你中國的綜合角力 美國都說我現在不知多辛苦壓制中國,這個是現實來的 但是如果你兩岸打起來,美國說不要緊,你打吧 它都不用做事,便將你自己本身綜合角力消耗了 一定是這樣,它跟著搞一個金融戰,這些才是現代化戰爭的手段 所以美國現在如果你說它按得住,它能控制到,最符合美國利益 如果不是,美國說你去打的時候,它真的開心 所以去到這裡的時候,又看回另一個現象 就是中國的解放軍,南部戰區司令員吳阿南,他就會去夏威夷 他去夏威夷之前已經是跟美國印太司令部負責人帕帕羅開了視像會議 跟著他就會去夏威夷參加一個印太防長會議 好了,這個就是增加兩軍的交流,公開的理由就是減少誤判 我們大家擺到明了,但是背後就是進行兩樣東西 一個真正軍事的心理戰,即是說你知道,你敢來,我背後是這樣 一個軍事的心理戰,另一個就是幫助你貪污軍方 這個又是你亂說的,不是,我馬上舉個例子 剛剛全國人大常委會開了會議,中國公佈了 公佈了有兩個軍頭,它的人大資格被取消,一個是李尚福 以前的國防部部長,連續兩任的國防部部長都出事 李尚福之前的魏鳳和,全部是火箭軍的,火箭軍現在連根拔起 對外難道你真是可六空?你一定是導彈的,如果去到導彈是大規模的了 所以火箭軍連根拔起,你現在真正的戰爭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講,除非是盲目的,如果不是都不會出現的 只是保持一個軍事的張力 好了,還有另一個就是陸軍的副司令鄧志平,不是鄧小平,鄧志平 他剛剛又在剛剛過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裡面 是被罷免的人大資格 然後還有幾個,這個不是軍方的,但是都是被罷免人大資格 好了,軍方我上一次都講過,最近很多這一類的 包括最大的軍工企業,董事長、黨組書記都出事 所以中國的軍隊,我不是說他不能打 而是說你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經常講 以前的歌仔都有唱,我經常都講,歌都有一唱 出拳起腳,應有方,運行靈活最適當 陳寶珠的歌,這首是女殺手的,是吧 跟著最緊要就是先將體拍練強壯 你如果軍隊裡面的戰鬥力、貪污的情況你不解決 你貿貿然去一個,即使是顯示姿態的軍事行動 都沒有好處的,是吧 所以美國現在是很尖銳的,我經常講這些 但在軍事上,他覺得他在制約一個盲目的 聯緣,他又覺得他自己很正義的,所以去到這裡 都是要看一個目標,目標就是和平 你對台灣保持政治張力也好,怎樣也好 我們民間來講影響不到,只能夠繼續觀察 我剛才所講的那些東西,真是一年前我都估計不到 但一定觀察,現在開始再觀察未來一年半的時間 為甚麼這樣?未來一年半或者兩年,就是到2026年的年中 2026年的年中之後,再下半年,就是二十一大提早的一年 沒有人知道的,但是要做工作,各方面都要做工作 你說習近平希望繼續四度執政等等,他都要做事 所以2026年的年中開始很關鍵 現在我們不斷去講這些信息,並不等於鼓勵戰爭 也都不是好像揚收那樣,我判斷那樣擾亂軍心 如果你這樣看我們這些姿態,你就冤枉我 所以去到這裡的時候,我只能夠把這些狀況擺出來 然後大家關注,從民意繼續講,不要有任何戰爭 尤其是兩岸,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就是最好了 好了,最後祝大家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 這個就是最美滿的祝福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